南投縣議會第六次定期會中 肖志全議員首先針對投131縣道路更名問題 向公務處提出建言 希望公務處能妥善處理 而陳淑惠議員則針對投147縣道路的土地徵收問題 向公務處提出建言 因該路段有交通安全的疑慮 若地主不願意配合 可否使用區段徵收來施作 其實在主理有兩條道路 就是131縣到147縣 我在這裡建議我們幹部處我們的陳處長 因為131縣過去真正有兩個方案 也開過幾次會議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 如果地主不可以配合 土地不可以來動議 我們可以用區段分段來做 因為這兩條道路大部分都是跟大山而已 有時候在廢車閃車都很危險 先議員曾正言則針對草屯鎮 博愛路及南施巷的巷口過於狹小 先議員曾正言呼籲公務處要儘速處理 一個鄉親 他算一段 一段 我朝臉撲愛路這個 撲愛路 他的行列 行列 南施巷 住了30多個 這條做南四行 路入口真的 那些也很有必要性 萬一中人發生危境 那些人真的要等到好看 很嚴重 我們管府 我們這個区間 也有去看幾人 看法也不了了事 我們這個政府要開樓什麼 要跟電動開廟說 所以說 草屯鎮博埃路南斯巷路口过于小小的问题已经存在许久 不但有许多居民居住在这里 当地居民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先议员简锦贤 鉴请公务处要尽速处理脱困事务 投131线及147线是水里巷的重要道路 但因为道路更名以及土地生疏的问题 造成许多的困扰 而草屯镇南斯巷口过于狭小 若没有改善 只要一发生意外则会造成救援困难 议员们希望相关单位要尽速处理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 陈建桃 邱平宜 南投线议会采访报导